好 接下来看到了这个画面呢 这是艺人曹格 他屡次喝酒之后 闹上社会新闻版面 这一回他又再度失控了 因为被网友爆料说 喝醉酒在餐厅和隔壁的桌子的客人 起冲突发生了口角 好 当下不但大声的咆哮 而且还狂骂英文脏话 甚至最后拿了餐具杂商餐厅的店员 被警方依照了设違法裁法 餐厅包厢外不断传出 有人在标骂英文脏话 情绪还相当激动 不断爆出口入骂店员 没想到闹事的客人 竟然就是知名歌手曹格 曹格不止喝醉大妈脏话 还骚扰隔壁桌的客人 店家原本想阻止 曹格竟拿餐具杂商餐厅老板 店家只能赶紧报警 事后警方到场才发现 曹格已经离开现场 原来是曹格和临桌客人起口角 才让店家也无辜受罪 但曹格喝酒误事早就不是第一次 先前甚至还在大街上动粗 让粉丝跟老婆倍感失望 直到2013年女儿温情喊话 她才决定撇开酒鬼倾向 发誓一辈子不碰酒 没想到九年后又打闹餐厅 恐怕也要为自己的脱去行为 负起法律责任 记者总和报道 好 不过这一回曹格在喝酒之后 又失态了 他在事后接受媒体专访 澄清整个事发过程 他说当时是因为隔壁的包厢声音太大声 他委婉要请餐厅表达此事 没有想到遭到了拒绝 好 一行人决定要提前离开 但是这个时候呢 隔壁的包厢有人对他标骂脏话 此举立刻引爆曹格的怒火 同样是回敬对方 但是曹格强调了对方在明 好 他说自己在明处 对方在暗处 所以只提供有利于他们单方面的影片 实际上呢 在事情发生的当下 警方有到现场来搜证 也有所有的人口供 警察的记录是很完整的 也说没事 好 应该就是那个人要我道歉 借此想要勒索我 但是曹格说了 自己并不会道歉 因为他说警方那边 拥有全部的笔录跟影片 警方还告诉他说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蓝库隆的成员 在昨天9号这一天 是以大S老公的身份来到台湾了 最后呢 他选择入住汉域酒店 将要隔离10天 好 这个饭店住一晚8000块钱起跳 和大S松永路上的上亿豪宅 车程不到9分钟 可以说是超近的 好 大S老公是在昨天上午 搭乘韩雅航空的班机抵达台湾 他身穿军丽色的大衣 当下呢 非常亲切的跟媒体点头挥手致意 好 之前传出他要入住 大S前夫汪小飞经营的S Hotel 不过大S已经否认了 他还说怎么可能呢 这也未免太讽刺了吧 好 聚俊彦离开机场之后 搭车直奔防疫旅馆汉域酒店 和大S所住的松永路的豪宅 相隔只有两公里 而小S被问到了 新姐夫来台 他依旧是不改搞笑本色的说 很期待见到他 当然会想要先叙叙旧 看他过得好不好 但是呢最主要还是想问 姐夫认不认识一些有名的韩星 像是李忠硕的男神呢 因为他们在韩国都住在同一个豪宅山庄 好 小S还笑说 下一次到韩国 大家可以一块来交个朋友啊 同样也是娱乐圈的消息 这期艺人朱欣怡 他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 宣布自己了患乳癌 好 事后呢 他也首度卸身镜头前 讲述了这几个月来的治疗历程 他说发现之前总是感到睡不饱 刚开始就医还以为只是 原本乳房的纤维腺瘤出现了变化 没有想到最后 是右侧的乳房长了三颗 两公分的肿瘤 化疗的时候 不到让肠胃黏膜受损 就连指甲都断裂 碰到水就会觉得很疼痛 而且还整脸都长了痘痘 就连头发都全部掉光了 不过他说现在除了化疗 也预计在五月份 要把诱乳全部都切除 他提到了虽然是很辛苦 但是还是想要告诉大家 鼓励其他的癌友一起加油 艺人朱新怡公布自己 罹患乳癌后首度露面 他戴着假髮现身镜头前 谈这几个月来的治疗级心路历程 我本来以为这次是 我的纤维腺瘤变化了 右侧长了三颗肿瘤 都已经两公分大了 朱新怡回想起还没发现时 身体就有异状 睡不饱 妈妈而言 睡不饱就是常态啊 不觉得睡不饱有什么特别之处 化疗的副作用更是难以承受 大家现在看我的头发 它不是我的头发 我已经光了 全光了 肠胃 黏膜会全部坏掉 一开始会全部都断裂 然后边边会一直流血 长满所有烂动 你整个脸像毁容一样 觉得我可以做到 我相信你也可以 乳癌是十大女性癌症第一名 到底成因是什么 大部分的乳癌都是没有加猪食的 医师说女性出今早停今晚 又或是没有生育 即生育后没有补胃母乳 还有爱吃麻辣锅 及油炸食物的人 都是乳癌的高风险群 而一旦发现乳房出现肿块 出血 分泌物或疼痛 就要立即就医 生活上吃得用的也有大忌 营养师说像塑胶袋 塑胶杯的塑化剂 以及含有DDT的杀虫剂 都应该避免使用 很多人爱吃的红肉 像牛肉猪肉或是牛油猪油 也要少吃 因为这些容易引诱发炎 反而是各色蔬果要多吃 更要多运动避免肥胖 法官饮食忌口 杜绝乳癌找上门 记者杨建王是韩台中采访报导 肥不好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